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高雄一名13岁少女情窦初开,与23岁的陈姓男友先后发生六次性关系,少女在手机记事本记下性爱时间地点,被母亲发现,怒告陈男妨害性自主,高雄地院审理时,少女帮陈男求情,表示将来要共组家庭,法官因此依对未满14岁之女子未性交, 将陈男判刑两年,但缓刑五年,以起自新,可上诉判决指出,23岁的被告陈男,与13岁的少女小美,化名,认识后,坠入情网,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,双方先后发生六次性关系,未料,少女将两人性爱时间,地点都记载在手机记事本,被母亲意外发现, 期待报警提告 高雄地院审理时,法官认为,被告陈男明知少女未满14岁,身心发展及性观念意识未真健全成熟,竟仍与其发生性行为,实以影响少女身心健康正常发展及亲害少女性自主权,所谓实不足取, 但念及被告案发时与少女未男女朋友,被告并无强暴,胁迫或违反少女意愿,于法院审理期间亦表明有和解意愿,但因少女母亲无和解意愿,双方是未能达成和解 此外,少女于真讯中表示希望罚被告轻一点,因被告对其很好,似于法院审理中表示其与被告私下约定未来要组成家庭,希望法院从轻量刑,何以廷认为,法院若判被告入监,恐影响其人生,法院斟酌再三,任被告所受宣告之行以暂不执行为适当。 因此何以廷虽一未满14岁之女子未性交,将陈南判刑两年,但宣告缓刑五年,并应向指定之政府机关、政府机构、行政法人、社区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机构或团体,提供200小时之义务劳务,即应接受法治教育课程三场次,缓刑期间付保护管束,以起自新。